新一名学员穿上印尼、马来西亚等原属国传统服饰 分享当地文化并介绍课程中彩绘的美甲作品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一名指甲彩绘班 吸引来自中国、缅甸、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新一名报名参加 在玉达高中时尚造型科陈兰梅老师的指导下 不只可以学习到完整的指甲彩绘基础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模仿的,她画了一些,所以就画成这个样子了 谢谢老师的教导,也很开心参加这个美甲 也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这个鸟就是在我们衣服上面的鸟 哇 跟衣服是一样的 哇,很厉害 我们这个服装是印尼的 后来今天我们是学那个指甲的 所以我就会直接才会 所以搭配我们这个颜色跟这个指甲的颜色 哦,所以每一个像这个也是印尼传统的厨师 哦,好酷 叫做格巴亚 啊,格巴亚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格巴亚 这个是格巴亚 这个是格巴亚 OK 所以都是不同的,但都是传统厨师 对 可是你们怎么会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课程 哦,因为女生都很暧昧 那我会想一下我很好的 好 因为我女儿她今年就是刚好出社会在工作嘛 然后她就有去做这个美甲 做一次就,我就问她 我说,你说你做一次多少钱 然后她说,一千两百多 我知道,简直是惊呆了 因为我完全没有关注过 也没有接触过 她的价钱是多长 结果,我听我女儿那样讲之后 我听到,你怎么舍到 啊,那么多钱 听说,一个美甲要一千多块 然后,就刚好中三期我所有这个课程 美甲的课程 所以我就,感激巴亚要报名的 我就说我来上市看看 就是了解一下 结果上门之后我发现,她需要的东西好多哦 也需要很多的耐心 也需要很多的创意 真的,我觉得是说,那个钱 也是需要这么多钱的 真的 所以,了解比较好 我也是第一次,就报这个课程 也是第一次接触了一下 然后,然后让我真的大开眼界 我觉得说,老师一直上课说 买假的就是很深,水很深 真的,就很难想像会用到那么多材料 工那么细 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千多块 就觉得说,那些千多块也不好做 也不好做 对 由于课程规划内容丰富 结业室中,总共有16位学员 获得全请奖殊荣 松山区区长游竹萍表示 对于学员的用心打扮 与准备感到相当惊喜 也佩服学员们在指甲彩绘上的创意 与学习的用心 由于接下来即将进入台风季节 现场也特别邀请防灾室 向大家进行防灾宣导 这么漂亮的指甲呢 让大家做问张青娘的感觉 那在这个节之前呢 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是我们节室 那因为下个礼拜,好像有台风 所以呢,我们特别提醒公所的这个防灾室 来跟大家做个这个防灾宣导 好,那也希望呢 大家因为其实都是家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份子 所以呢,这个有像一些这个防灾的观念啊 还有一些市政场比较重要的 包括一些一些交通员 拜托我们的交通安全的一些想法 也要拜托大家 也成为我们公所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防灾的种子 那之后呢,有任何的这个防灾的宣导 也要拜托大家 要帮我们一起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执行跟落实 区长游竹萍表示 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不同主体 的新一名课程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松山风情、松山区公所 脸书粉专上的最新活动与课程讯息 松山区新一名自家产会班 课产圆满完成 大家开不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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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报道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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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